那頗去知名度的買菜網熊媽媽宣布12月8號開始終止服務了 過去主打是架上商品從蔬菜肉品到生活用品統統都有 甚至針對了北北桃推出三小時快送服務 平台則回應說現在環境變化了 不敵虧損導致 那麼實際分析疫情轉蛋 民眾呢恢復實體購物習慣 加上連鎖賣場也有外送平台加入了戰場 讓速度更快 付點更多 也讓他的買菜網失去了競爭優勢 民眾穿梭市場金字挑選菜色和老闆討價 但先前疫情爆發不能出門 讓買菜網順勢而起 但隨著疫情趨緩後 有業者無預警宣布退場 動動手指就能買菜 國內知名買菜網熊媽媽 加上商品從蔬菜肉品到生活用品統統有 針對北北桃還推出三小時快送服務 但這回卻宣布將在12月8號後 終止服務 業者回應主要是環境變化連續虧損 但後續會維護消費者權益 疫情趨緩 又是不再看看線油網站 成了近十年的李大娘 除了蔬菜水果 主打油醋罐頭乾貨也都有 台灣第一件二十次小食生鮮食材 宅配豆腐的愛上新鮮 則是專賣當季商品和新鮮海鮮 另外還有以食材為主的通媽媽 開發一系列商品 你必須要有你的一個產品特色 就是說為什麼人家要來你這邊買 要嘛就是比較便宜 要嘛就是它是有一些外面買不到的東西 少了疫情紅利買菜網 競爭激烈下只能創造自己的獨特性 才能在廝殺的電商市場中 殺出簡陸 記者黃教友請正書 台北森報道